姑姑 姑姑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我知道 你是楊過 對 我是過兒楊過 我已經陽性過了 我好開心喔 中國現在好多人也陽性過了 可是有些人還正在陽性 中國搶藥不斷 生技行情何時結束呢 還有 車用概念股這些要擔心 最後還要告訴你 今天居然一個勁爆的新聞 是國安基金告訴你要互盤互兩年 真的嗎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中國搶藥不斷 生技行情何時結束 車用概念股這些要擔心 還有什麼 聽說國安基金要互盤 兩年 哇 真的假的兩年啦 姑姑 你今天是什麼 是姑姑沒錯吧 對 我是姑姑 姑姑 你是小龍 陳妍希版的小龍女 陳妍希版的小龍女 那我要 你要我選劉德華版的陽過 還是古天樂版的 沒關係 這個話題好冷喔 我們來開始吧 蛤 古樂天喔 古樂天是誰啊 喔 吳樂天喔 以前賣藥那個是不是 蛤 蠻好笑的 人家好像已經走了 我們要對人家尊重一下 好 沒關係 那個我們今天那個 姑姑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姑姑 因為好像最近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 羊過了嗎 好 羊過了嗎 大陸很多人都羊性過了嗎 好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羊性過了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姑姑 我們今天吃了一個 有關姑姑的食物 姑姑雞的韓式炸雞喔 這看起來不錯 這看起來不錯耶 對啊 這個只是我要手套 好 來來來 對 要戴一下手套 你看大家每個都想吃耶 欸 這看起來不錯耶 這家 我吃看看 我心目中第一名是 那個一熱炸雞 是 這個不錯 雖然有點冷掉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 還是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來 不輸一熱喔 哇 這評價很高耶 你意思說我是評價 是我最好的評價 對啊 對啊 對 我是 我是很享受吃的 不好吃我就給他零分 我記得之前吃個炒泡麵對不對 很爛 怎麼又再提一次了 我真的就好吃就不好吃了 我跟你講 我們這邊沒什麼業配的啦 你看每天業配要幹嘛 業配然後拿錢跟講說食物好吃 不需要 我們福利家就告訴你 好吃就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叫什麼 姑姑喔 記起來沒 姑姑雞 叫姑姑雞 因為姑姑的關係 記起來沒 這個食物不錯 一熱是最好吃的 這個也不錯 這炸法很像一熱你不覺得嗎 因為韓式的啊 都是韓式的 你看 也是韓式的不一定像啊 我們請教三個東西 好 最專業的 要不然我們試吃一下 這三個食物 林漢偉分析師 林漢偉 好 老漢老師 鄭教授 齊教授講師 非常專業 各大媒體常常看到他的 漢偉老師 我剛剛吃這一塊感覺比較乾啊 可能雞腿會比較好一點 這塊感覺就是露一點彩彩的 對 但我今天想說 今天既然是這個楊過跟小龍女的梗嘛 姑姑的梗 其實這個梗我覺得最厲害一點 它有一個謎語讓大家猜一下 那謎語叫做什麼 韻谷底我在行 再講一次 韻谷底我在行 如果大家是神雕迷的話 一定知道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小龍女你知道嗎 不知道 都不知道耶 因為這個 這一本小說裡面 小龍女被關在絕情谷底裡面的時候 他用這個蜜蜂上面刺了一個字 叫做這個 我在絕情谷底 分成兩個翅膀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一定想說 我在航運谷底 我在航運谷底 看誰能夠來救我 好 老師 這個好不容易老師想的一個梗 我覺得他很認真 可是那個梗有點太長了 太長了嗎 如果想聽老師 接下來更多的冷梗的話 記得加老師的like 對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參考一下 沒關係啦 再來第二位 第二位 陳雅琪 空架小甜心 雅琪你好 來 老師剛剛這個好冷 跟我們最近的不是一樣冷 但是如果你覺得很冷的話 快來找小甜心 溫暖你的心 哇 愛心 他每天都用 我來了 他美貌 我很冷耶 我現在覺得有點冷 我現在分析師 怎麼溫暖 很不公平 他都美貌 像我們這邊 我們也是用美貌啦 好不好 沒有啦 也是靠臉吃飯 靠臉啦 靠食物吃飯 開玩笑 好 那再來第三位 等一下他雅琪 他也是自營部 出身 研究員出身的 好不好 LINE在這邊 那也是他的LINE 參考一下 好不好 第三位 謝承諺 古怪教授 來來 對 楊過 小龍女 雕 就在這 好不好 想看的 請 不是 不是 我沒有官方LINE 好不然就是想看的 你好冷喔 你講得也是好不好 不是 講到吃雞這個我就厲害了 好不好 我是吃雞高手 嗯 嗯 其實還蠻好吃的啊 嗯 好吃對不對 嗯 冷掉還是很好吃 嗯 加一個這個 加一個這個 讚 我一直覺得冷 都沒有冷來溫暖我 好奇怪喔 好 你今天講話好冷喔 我們看下一個 來 看下一個 來 欸 年曆加碼算 慢到慢到 對 上週我們有抽過嘛 那今天禮拜一再加碼 走著要加碼幾份 好 我們再加碼 至少來個 30份好了 好不好 30分 30分 反正20分 大概30分 你看我們都有形勢力啊 怎麼樣啊 不是重大事件 不是重大事件 這我啊 拜託你們不要再看人家腿好不好 這什麼截圖的 我不太懂 有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又完整的 有外面完整的是不是 對 還有Amy老師 Amy老師有沒有看到 放大放大 這已經放最大了 還有你喔 穿那個薑絲服嘛 蠻可愛的 來來來來 還有什麼 金美桌麗啊 這邊 還有陳燕老師 誰老師 陳燕老師你看 這是臉 就這麼小 有就這麼小而已 這麼小而已 哇 安慧老師好不好 很用心欸 好 還有樂力啊 還有各大型視力 再看一下我剛才 我那張圖喔 我們這邊都有跟你講 時間啊 怎麼樣啊 說力啊 或什麼 提醒大家 結算日期啊 所以 現在已經一百多人在留言了 好不好 就趕快留 留更多更好 我們到今天就要截止了 是不是 對 今天要截止了 一定要趕快留言 要趕快截止 因為我們已經 已經怕不夠抽 我們要總共130份吧 已經快兩百個人留言了 趕快留言以後 而且留言以後 要記得到時候 會寄信給他嘛 是不是 對 會在 那個影片的留言處 會回覆 我們就隨機抽取的方式 好不好 按讚 按讚喔 按讚喔 我們要說隨機抽取的方式 對 有抽到會通知 會有那種抽取的那個 App或軟體嘛 好 然後今天也會有通關密語 大家要記得喔 好 來下一個 通關密語才行喔 好不好 下一個來 財經大頭條 來來 請看位老師 等一下 通關密語 再按讚嘛 是不是 再留言嘛 是不是 好通常 這這麼簡單喔 通常這這麼簡單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Luna 好老師 再您來一下 好 所以最近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像這個生技股 占整個貴買指數的一個成小比重 超過一半以上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那到底年底 是不是只能夠做生技股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做生化人 才有辦法賺繞錢 欸大問題啊 你是要吃酥蠻好吃對不對 不是 看位老師最近是不是有練身材啊 沒有 是因為衣服比較緊 哈哈 欸還是身材看起來過 我覺得褲子也褲子也很緊欸 對啊 欸你的雕 不是我是說你的身材 可以了 夠了 是不是 你的身體雕 做得很好 對 雕做得很好 這段字有點怪啦 好啦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到底中國的這個 強要潮身體股 該怎麼看 甚至說到了這個 季底 有沒有這個年底 投信作戰的行情 都我們今天跟他分享的重點 老師這個蠻好吃的欸 真的嗎 我剛才沒吃到是不是 我剛剛吃的是那個 沒有吃的 吃起來比較慘 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他記得很好吃欸 我好吃要留在最後啦 老師你的雞塊 如果我不吃的話 我可以幫你 你要吃雞塊吃我 唉唷 她說 欸欸欸欸 她說你要吃雞塊還是吃我欸 Luna學著點你知道嗎 哇塞 哇你真的撂成這樣子 Luna反應不過來啊 對啊 你們遇到這麼 這麼的 直接的女生 我還是決定吃 我跟你講 你要再講 我兩個都吃 對啊 好不好 是 他們的功能調情的 沒理我們的 好不好 來啦 來 我們看這個 好 中國解封 你覺得真的會解封嗎 應該遲早會嘛 看起來就是真的 就是放生躺平了啦 就看起來完全就不做控管了嘛 所以你看到最近 其實整個中國的疫情 是大爆發啦 20天之內已經有2.5億人確診 而且這個還是大部分是黑書 因為你接下來就蓋牌 已經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會確診 我看過大陸上網路上就說 哇我那部門什麼20個人 只有2個人還活著 現在都坦平了 對還有什麼工廠 它可能產線裡面 只剩下一個人可以上班 所以整個公司就感覺 直接放假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中國的疫情 傳染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在這個疫情傳染速度 很快的過程裡面 可以看到 所謂的居家辦公啊 在家上班啊 整個中國的經濟活動 明顯在衰退當中 你從這個地鐵的使用次數 可以看得清楚嗎 就是說如果真的疫情 像這個中國官方宣布的 每天幾百例 那怎麼地鐵人都不見了 也代表說 這一波整個疫情的爆發速度 真的是讓整個中國的經濟 跟一些相關的產業 也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已經下跌70% 可是前陣子應該更慘啦 因為前陣子 就是聽說你要坐地鐵 什麼都要一直檢查 層層檢查啦 對啊 比如說現在 從2017年比較起來 已經爆跌70% 對 假設100萬人口 100萬人次的話 現在只剩30萬人 算很誇張啦 對 那我們再看往下來看 就是說 雖然說在疫情 這麼嚴峻的過程裡面 那我們行政院也為了 這個兩岸三通 這個台商回台 所以開放了水小三通 那這個也代表說 其實在整個接下來 整個兩岸之間 我覺得旅遊也會 慢慢回歸到正常化 對一些相關的股票 可能也還是有一些帶動的作用 但盤面上最熱的都不是這些股票 都是在生計相關的股票 因為就是學民藥 什麼藥都很缺嘛 老師 哇 中化這些都學民藥嗎 是不是 對 學民藥原料藥 因為除了大陸在搶藥 現在連台灣自己也在搶藥 那連歐洲跟美國也都在搶藥 所以全球看起來就是 各種的疫情 像什麼流感啊 像這次的COVID-19 同時爆發 所以大家什麼感冒流鼻水 頭痛的一大堆 這時候整個一個 對這種相關的藥品 成藥的需求 其實大部分的爆發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 從上個禮拜到現在 台股幾乎最強 就做這些股票的人 就是說你做中化 深瑞耀 深達等等的 都是盤面上很強的標的 有漲那種兩成多的是小case 有漲八成的 有漲七成的 那當然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就是說最近這些股票當中 有哪些股票是 大戶有在買的 代表它有機會 繼續呈現轉強的態勢 那我們來看一下1701的中化 它持有月份其實已經漲了非常的多 那你看到大戶 在股價低檔的時候沒有買 但開始起漲之後 你看大戶開始 連續的一個加碼買進 所以目前它的線型 跟它的一個架構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偏多來看待 只是說對於這個 然後漲那麼多還可以追喔 我覺得只要大戶的籌碼沒有鬆動 我覺得生技股就是這樣啦 它就一波到底 那可能一波也會出現 比較明顯的拉回 那還沒有出現轉弱之前 你如果異高人膽大想追的話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那個老師小龍女有問題的問題 老師我想要問說 就是像現在生技那麼強 那反而電子股就比較弱 那這樣還有機會再買進嗎 我覺得當然就在資金輪動的過程裡面 你看生技股現在明顯過熱嘛 今天在貴賣指數佔了五成 在大盤指數 生技股就佔了兩成 快兩成了 對所以這種過熱現象 但是我覺得對於電子股來講 老師老師你以前那麼熱啊 真的很誇張耶 就明顯在過熱啦 所以當這些資金從生技股獲利了結之後 跌升電子股就有機會 但是說還沒有看到獲利了結的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可能大家 在電子股的部分就耐心等待 在生技股你已經在車上的人 就先持股續爆 好 那因為我畫面要給Nuna 我要問他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每次都是你摸我問題 我想問Nuna一個問題啊 Nuna那個 這個雞腿好吃嗎 我覺得雞腿很好吃 好吃 我已經快吃完了 快吃完了喔 OK OK 陳妍老師你也吃完了喔 欸你真的吃完了耶 對啊 哇塞 我本來要跟騰心要那兩塊 他死都不給我 拿兩 算了你真的講話 我就聽起來都不舒服喔 拿幾塊 好老師我們繼續看下一個 好好蠻好吃的喔 這叫什麼 咕咕雞 咕咕雞 老師 那咕咕雞 咕咕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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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你 欸太陽來了 太陽老公公來了 春葉遠告訴你 欸 這個景氣的春葉來了 真的要來了嗎 對 那我們先提醒剛剛講 生技股我們算是說 看起來它的一個籌碼面 跟基礎面是偏多 但還是要關注一下就是說 你要操作這些相關的 原料要學名料的股票 你要看一下大陸相關股票 有沒有跟得漲 如果大陸股票開始在跌的時候 這些股票你就先不要追高了 所以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去看一下對岸相關股價的報價 再來決定說你要不要去追這些 所謂的很強勢的生技股票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的部分 現階段當然我們講 這個生技股應該是短線的題材啦 但是從整個 第一階段 解封第一階段 事先躺平然後缺藥 躺完平以後 所以整個所謂相關基建 相關原物料股票 我覺得都應該是在明年 大陸如果真的要補貼經濟的話 可以特別留給族群 大基建就是 不是這個基建喔 是大這樣的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 對 所以當中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捏啦 捏我覺得是在今年相關的 所謂基本金屬當中表現最好的 因為主要是因為它有所謂的電動車 電池的需求 所以今年在整個捏價報價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維持一個多方的格局 到了今年的12月的月底啦 幾乎也來到幾乎的波段的一個新高 所以捏價的強談對不鏽鋼 對電器電腦的股票 我覺得都是這種報價帶動 有利多的一個題材 那我們再看下面的一個部分 現階段情況來看的話 整個捏價就是說俄羅斯要減產 那印尼的青山的一個熱壓鋼品也要調漲 那印尼可能針對一些基本基礎的出口 明年會出現比較明顯的限制的情況 所以目前市場是認為說 在捏價 在這種銅價 在鋁價 也許明年會有往上攀升的一個機會存在 所以當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字卡的另外一面 以這一次的狀況來看 既然這些所謂基本的金屬的價格開始反彈 那如果中國接下來解封的話 可能對於這個所謂的貨櫃航運的運價 散裝航運運價我覺得都會有帶動的作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貨櫃 老師 不好意思喔 你這個標題嚇人爽動 你認為中國只要復甦 運價散展是時間上的問題 對 時間上的問題 只是說時間到底是明年的第一季 還是明年的下半年才會出現運價的復甦 是大家可能要觀察 老師我覺得不會到下半年嘛 因為頂多兩個月後就沒事了啊 對不對 就是兩個月 但是因為剛好就是面臨到 可能歐美的一個相對的淡季 所以拉貨潮會是在下半年 只是說因為現在中國很多貨市卡在工廠出不來 是 所以會不會有一些搶運的一個動能 就是看後面疫情的一個狀況 十幾億人的消費力道也很恐怖啊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後續大家去觀察一下 報價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貨櫃航運部分 它主要在於哪些民生工業 運動用品跟電子零組件 那這些東西目前來看的話 好像如果以Nike的財報 好像運動用品相對是比較好啦 就是這個世界飛打完了 看起來這些所謂的一個運動風啊 浪潮還有慢慢在蔓延的一個情況 所以可能對於運價來看的話 也許會有一些帶動的作用 那散裝航運主要運這個BCI BDI指數 運鐵礦砂 穀物 煤炭跟建材等等 那這些都是受惠到大基建的一個題材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在BCI跟BDI指數 其實反彈幅度是比SCFI指數來的更大 那當中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以這個 運鐵礦砂 它現在大概已經預設了 因為之前中國大陸很多的 其實美國怎麼樣都有一些基礎建設 持續在需要這些鐵礦砂 老師你繼續說 好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中國解封來看的話 目前在美國縣的這個裝載率 大概來到九成 所以市場預期說農曆春節之前 應該對於貨櫃運來講的話 會有一些運費調整的計畫 那當然因為禮拜二禮拜天 好像傳出來這個有一點點落空 要delay到農曆年前才會比較確定 附加運費啦 對 原本要調一千塊 然後就什麼馬斯基 然後這個低中海航運 科伯羅特跟你講說 那我們等到一月中之後再來考慮 所以這個就變成短線上 好像對貨櫃航運來講的話 造成一定的利控影響 但只要後面會調 那我覺得股價就會還它公道 那再來看到下面的部分就是說 剛提到了嘛 房地產就是啊 所以BCI指數你看 一個月之內上漲150% 哇塞 所以最近這個產庄航運 雖然說今天股價比較弱 但是最近的反彈力道很強 中環今天差點要跌停 可是這一波展示也很驚人 很驚人 像域名等等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資金輪動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 他們畢竟股價跌升嘛 如果報價能夠上漲 我覺得股價就有一些反彈的空間存在 那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說 以這些股票 我們去幫大家選出來 投信最近有在買股票 來做一個分享 那準備了這四檔股票裡面 像有玉米有華興有大江有日有 題材都在這邊 而且最近投信這五天都站在買方 那當然最近 投信在買方喔 好老師我們直接看一下股價 看技術現行好不好 對那我們看一下 先看大江的部分 大江其實就是受惠到中國的解封嘛 剛剛我們哲哲有提到嘛 第一時間先躺平 第二個時間可能這個需求回溫 再來就是你慢慢會回歸到正常生活 你需要去外面跟人家 社交啊 會面啊 所以可能一些相關的保養的產品 我覺得都會帶動它需求的一個成長 所以過去大江股價跌得很深 是因為中國人都被關在家裡面 沒有相關的一個需求 所以如果說在未來 整個中國慢慢回歸正常生活的話 過去這兩年受害的股票 接下來就有機會出現反彈的一個空間 就像今年的這個飯店啊觀光啊 就是之前跌得很慘 那需求一回來之後 股價都漲了一大段上來 所以大江你可以發現到 股價最近就是 佔到短期均線之上 投信低檔一路站在買方 而且是出量的一個上漲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在 年底之前應該 接下來在明年上半年 都還有網上拉高做這樣的機會 那另外一張股票在這個日有 說我猜的話 因為我只要跟你講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這個食物 不是 它那個是那種 好像酒釀還是洋釀的 就是韓式炸雞的口味很好吃 如果是原味的 什麼都沒有加的很難吃 對我剛剛吃那一塊就是 超難吃的 很柴 所以說很柴就是你講的 所以Luna你是點兩種口味嘛 是不是 所以跟你講 那這一家是不錯 可是這家只能點那個韓式炸雞口味 不能點那個就是一般的原味的 什麼都沒加的 蠻難吃的 所以綜合評價還是那個 一熱炸雞比較好吃 一熱炸雞 原沒有的 都是一樣 不過如果是量 如果你是全部都點那個 比如說韓式炸雞 那種甜甜醬的那種 這個不輸一熱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 所以參考一下 這是你結論 因為這結論很重要 我們是食物的美食家 因為最近成交量很低迷 大家要講一些比較有趣的話題 我們才會想想看 好不好 所以 我們剛吃完這些雞骨頭 還是要需要處理 所以除了雞骨頭要處理外的話 你可以看到大陸整個一個疫情 這些 廢棄物也要處理 醫療廢棄物也要處理 口罩 一些所謂檢體 一些檢測試劑 其實都是高污染的 所以這些都需要專業的 醫療廢棄物的處理廠商 這個在中國也有營收嗎 對 因為日有其實過去在中國 布局布局很少 在大陸的北京 在山東 一些相關的焚化爐 都有一些焚化廠 已經建好了 但是過去這兩年 受到停工的關係 就是沒有人要去醫院嘛 所以它整個一個營收開不出來 股價就跌得很慘 從200多塊跌到131塊 但你發現到最近股價 開始慢慢抵不出量了 投信站在買方 因為它具備了什麼 就是你接下來 只要中國醫院人板為患 它的營收 我覺得就會逐越創價新高 而且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日有它有一個綠能的題材 跟集團作商的題材 集團作商因為它是潤泰泉集團的 所以潤泰泉集團其實最近股價 中域、潤泰泉、潤泰新 慢慢走高 我覺得年底有做這樣的一個題材 而且綠能題材是什麼 大陸在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都有補助 但另外一個叫做 廢棄物的火力發電 所以它燒廢棄物 它可以做火力發電 另外有電量 電費的一個補助補貼 我覺得對它的營收來看的話 都是有額外加溫的一個現象 貨幣滿深的耶 從200塊 快進200塊 對那剛好打到月線附近 那你看到投信 其實還是站在買多賣少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回到月線附近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考慮低階進場 那來到高檔再看 你要不要做一個短線量獲利了結進出 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老師那我們這個個股這些東西 參考一下 好不好解封後的概念股參考一下 老師說運價其實這邊散揚 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對 那不容小覷中國的消費力道 十幾億人口悶了三年 受不了了 你看台灣也是悶了兩年 最近你看 老師不知道你假日有沒有去那些百貨公司 賣場 人很多 人都很多 都感受不到不景氣 真是莫名其妙 感受到台股好像兩萬點一樣 老師來看一下 可是今天台股成交的超級冷 大家都去百貨公司 shopping 量房 買股票不買 老師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那個成交量是三年的低點 三年的低量 2020年之後 最低量大概是今天了 對對對 三年多 我覺得它反映到就是說 今天畢竟歐美是補價一天嘛 所以外國人都在放假 那這時候台股又沒有一些利多利控的帶動 然後看起來量人就低迷 老師那今天你這樣講明天量更縮 因為今天晚上就沒有美國股市 對啊 但明天他們陸續可能有些人比較認真一點 可能回來上班 希望美食 在海外上班下台股 我覺得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存在 所以量人我覺得不是問題 只要價格不要出現破線的發展 還有漲啊 對 台子期現在漲比較多 漲了四五十點 對台子期 我覺得相對應該逆價差比較大 所以在收斂逆價差的一個動作 那今天貴買指數的部分 可能量稍微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那隻還在 只是說量都跑去生技股了 所以看起來指數表現可能不太大 老師量跑去生技股不健全嗎 對不對 我覺得優點生技股太熱了 太熱了 太熱了 但熱有兩種 一種是量縮嘛 我生技股可能成這樣維持在這邊 那我量又縮了 其他都 其他電子股成家比重都縮了 生技的量比如說 我維持就是固定差不多 像幾億 我看一下 譬如說假設我就固定 譬如說200億 Forever 那你現在 我沒辦法 我這個 我生技股沒有縮 然後相對而言 我比重反而提高了 就這樣子 雅琪這怎麼看 你看台股這一波 從12月開始跌嗎 那它一開始就是反映 11月營收爛的股票 是不是 全值股 電子股就開始跌 接下來外資放假 然後呢 我們散戶朋友是不是收假 直接被關進去 我上次來節目的時候 是不是說過 萬五一失嘛 你如果在萬五追進去 你現在不就剩下一具屍體 是不是又要來找小甜心收屍了 哇 收屍喔 這樣講話好恐怖喔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好好 希望這些 好好超度 沒有 不要亂講話啦 所以做空做空言論 小甜心 哇塞 老師你這樣認同嗎 我們來看一下外資投信 哇 怎麼辦 對 外資我覺得也沒有賣很多啦 賣39億而已啦 那你看他外資期貨多單 其實也沒有減啦 那你認同他講的嗎 一萬五一失 萬五一失喔 欠你耶 對阿 我覺得是有點這個 太聳動了啦 一失真的蠻可怕的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既然國際股市都還是呈現觀望 台股單指數就放一邊啦 只要外資的多單沒有降到萬口以下 目前我覺得指數呈現這種環漲 金金漲的格局 可能還是有機會的 是 這多單好像 如果到一萬五千口 好像是創這一兩年的新高 對 所以你看很奇怪 成交量低迷 創三年的最低量 然後多單口數 接近這一兩年來的新高 然後呢 這個國安基金老師 要超盤 要怎麼樣 要進入 要進場兩年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國安基金 一進場放話 就說要兩年 是為了選舉考量嗎 還算景氣有現在說的那麼差 看起來選舉考量的因素比較大 我也覺得選舉考量比較多 對啊 因為央行跟這個台經院 中研院都沒有對明年經濟 發出衰退的警告嘛 所以這時候你說互反互兩年 而且不是嘛 我可以先互半年再說啊 為什麼我現在講不排除兩年 沒有必要講這勾話啊 蠻特別的齁 可能他希望他可以再任再做兩年啊 這樣不錯齁 如果我在兩年我就操盤手 去操盤手啦 對 繼續操兩年 對對對 這樣高官 這樣深喔 這樣不錯齁 兩年 直接講兩年蠻特別的 好不好 國外教授要講兩年耶 你就看國安基金直接放話 所以我要互盤 直接互到2024 剛好選舉嘛 2024 而且超過了 選舉過後 對 選舉過後 是跟大家講 沒有成員 老師我知道2024這個我會加 2022加兩年等於2024 拜託你 我是要問你感想 對 其實我覺得明年有沒有那麼差 倒不至於 上半年 第一季我覺得可能會辛苦一點 畢竟有很多的這個裁員的 國外的動作還在進行 但我自己目前看所有產業的預估 基本上都在第二季開始會慢慢好轉 所以我覺得國安基金會不會太過悲觀啊 當然他講他 他戶他當然是悲觀他才會戶嘛 對 但是會不會太過悲觀 喔我懂了 他講悲觀才會戶 可是他那個戶的原因可能不是悲觀 可能是有一些政治因素 這樣講是不是 好 謝謝老師 好 告訴我們這些 獨家的想法 產要不斷 生技股行情何時結束 看起來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運價乾價的一個善養 好不好 疫情你同朋友要注意一下 這個節奏很重要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好 接下來來 熱門我最貼 來來 南光中光店 好 漢偉老師 好 我們上禮拜其實在生技股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說唯一只推薦南光 為什麼推薦南光 因為下面你可以看一下投信 就是說你發現到原料學沒有股票真的很難抓 但我們上次跟大家講過 你只要跟著投信的牌去做 如果投信籌碼沒有的時候 那種股價就能夠連番往上創高 所以從上禮拜跟大家講到現在 幾乎每天股價都在創新高 這種股票我覺得就是 投信續買 股價續創高 只要投信充碼沒有充動 應該對整個原料生技股來講的話 都是當中指標股的代表 那另外一檔股票在這個中光店 其實今天盤面上大概兩個族群最強 一個叫做所謂生技族群 一個叫做所謂軍工族群 那軍工族群是因為 對岸對台灣要有一些軍演的動作 所以資金又往軍工股去吹一些靠攏 那中光店我覺得是軍工股裡面算是 新的股票啦 就是說它之前這個題材沒有被別人注意到 但是在這個經濟部公布出來的 無人機的國家隊裡面 它被錄選到當中的一個代表 所以股價在低檔你可以發現到 一樣放投信 它之前在上個禮拜三創作波段低點 然後禮拜五投信出現了 單日的一個買超 所以股價今天重新佔到所有軍演之上 我覺得代表說 如果接下來這個無人機 或是說軍工股收匯到整個國防運轉的提升 中光店我覺得可能有後期之秀之勢 好 中光店有後期之秀之勢 我們要看一下這面不錯 而且這一面板有些像林詠 尤達 都有03紅K 尤達還是03紅K 看起來好像最壞已經過了 我們看下一個 金向光跟 耀滑耀 姑姑你今天那個袖子比較長一點點 動作輕柔一點點 金向光 沒關係開玩笑的 金向光跟耀滑耀 來 Amy老師有沒有喜歡穿古裝 好像不錯耶 好像不錯 好 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怎麼又看空這些股票喔 對對對 老師怎麼看空的 你教我一下 第一檔是這個金向光 它是感測IC廠 那它主要的應用是在安控還有車用 聽起來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它的營收 今年已經衰退五成了 而且第三季的EPS 是由銀轉虧 最近來說 首次出現虧損 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股價表現 我們幫大家拉成周線圖 我們看長一點 你會發現說它最近的一個股價來說 其實是已經回測2020 3月19號的一個低點了 但是當時的EPS 其實還是正的喔 當時還是有賺錢 可是現在已經開始虧錢了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 股價破底的機會是很大的 接下的破底機會是很大的 老師 我們看下一個老師 那另外一個呢 好 下一檔呢 是這個藥華藥的一個部分 那藥華藥大家都知道 它今年就是很夯的股票嘛 那它就是因為拿到美國的藥證 那去年拿到美國藥證之後 今年一整年就是任列美國藥證的這個 相關的一個營收 那你知道它接下來的題材是什麼嗎 接下來的題材是 有可能會在明年上半年拿到日本的藥證 這完全日本的藥證跟美國的藥證 那個市場的轟動度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籌碼面的一個部分 老師 那這樣很好啊 你在看過它 那是因為它是反映美國的藥證 所以才漲一段 可是接下來就有點後繼無力 stay care 日本的藥證 這樣講 應該說兩個市場差很多啦 好不好 這樣講 那我們看一下它籌碼的部分 來幫大家看一個這個 蠻有趣的一個部分 最近觀察到的 是在這個外資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等這個拉出來 好 外資的部分呢 很有趣的是 應該什麼買賣啊 老師 大家可以注意到 對 它最近很少買賣 但是就只有一天 11月30號的時候 外資很明顯的大買 對 很明顯的大買 那我有去查這一根是誰買的 是摩根大通買的 是因為那個MSCI生肖日 對 但是同一天呢 我發現有三間券商在賣這一檔股票 那當初摩根大通買了3000張 可是各有三家分點券商 分別是這個凱基台北 凱基松山還有摩根史丹利 各賣了1000張 所以我懷疑很有可能就是一個 左手到右手 在騙散戶進場 而且我們看到 最近的一個股價表現 講好就對是不是 沒錯 如果它真的這麼好的話 怎麼可能短短這麼 這個才只有這個 不到一個月的一個時間 股價就已經跌破 之前大買的這個時間點了 所以後續呢 有可能持續的走路 提醒大家去做一個留意 11月30號嘛 那個然後是MSCI 那其實納入這些新增的成分股 那有時候納入這些新增成分股 通常反而最高點 你看長榮、陽明、旺海也是一樣 只要納入0050的成分股都有一樣 那些納入MSCI 其實勢必是一定會是大幅度買超 大部分是大幅度買超 可是雅琪有告訴我們 這個有人台積台北 單蔥之王 很愛單蔥這個家券商裡面大戶王 感覺是左手換右手 是不是已經要錯掉呢 也值得特別注意觀察 好不好 謝謝雅琪告訴我們 不過藥花藥好像是沒有券嘛 老師還有券嗎 沒有券嘛對不對 不能空嘛 小心風險嘛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再去追高 因為最近呢 其實就是生技的一個行情 那像是藥花藥 它就屬於新藥的一個類型 那最近資金可能是往學民藥走 就不是所有的生技都可以去追 不能做空 可是他不能農券 頂多借券 一般賞物不太懂怎麼借券 可是至少要告訴你風險什麼 好不好 來 第三個 來 國外教授 雅德克 好 最近這個 跟馬桶還是浴缸有關的議題 開始浮上檯面 不是 是這個 兵役啦 因為這個地緣政治的風險 疫情好像要延長 還好我已經不用再當兵了 不然這下要去 老了嘛 四個月要變一年 所以相關的軍工股又開始動起來了 所以你看 合成很多人不理解 他是做碳纖維 以前我去拜訪過 真的他們有實地給我們看一下那個碳纖維 然後他把它做成防彈衣 甚至他可以做成很多防彈的材質 你可以安裝在車子裡啊 各種地方 所以股價又開始動起來 但是我這邊也 他會提醒大家一下 有兩個 利多的部分 上個禮拜 100張以上的大戶有在進場 這是利多 但是短線上我們還看不到 他在整個 老師不講還好 你之前是三三禮拜 現在開始檢查了 對 那我要走了啦 好 這種東西一定是看大戶的 對 然後我再提醒一個 就是說 其實他整個基本面的狀態 一直沒有還明顯的升溫 對 因為你講那個什麼防彈 什麼防彈玻璃 防彈背心 這都是 短線議題 有個影而已啦 很久了很久 他這個很久了 講很久了 對 他真的有做那個防彈背心供應我們軍方 這個是真的有 但是量 是不是有這麼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戶的一個大戶的規模 大戶的這邊 我們拉遠一點點 拉遠一點點 好 100張 之前這邊你看大戶房 比例比較高 從高一直在剪 一直在剪 上來一些些又下去了 一直在剪 我覺得主要就看這個 實際上這個議題 到底能不能給他帶來實際的營收 這個可能要觀察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 這130以上大戶 剪得非常快 好不好 這是我們變大變出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還是在中國解封以後 整個包括 自動化的部分工廠的一個投入 所以我特別談了一個這個亞特克 他在線性滑軌的部分 營收明年預計會比今年在大幅度的成長 從今年的2億到明年的6億 這個部分的成長力道會很強 那就EPS的部分 今年前三季是23塊多 但估明年有機會達到33塊以上 所以整體來講 自動化這個效應 在疫情過後 我相信各家企業都會越來越重視 因為畢竟人的部分 相對來說比較不好控制 好好好 人的部分很難控制 不如我們就一些自動化的一些機械 好不好 所以亞特克這邊有機會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圈圈圈 Emy老師 車用概念股小心倒退Rula Runa的Ruma 好不好 插頂 都是頂 小甜心 你好 小心倒退Rula 老師 聽說你就要做空這些股票 為什麼 對啊 因為我是空降小甜心 當然是來踢館的 來踢館的是不是 好 那車用概念股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車用市場有多跟空 有什麼利多什麼利空 您解釋一下 來 對 今天特別帶來的是這個 車用的一個主題 因為很多市場上 有很多這個利多利空的一個消息 好像看到說 晶圓代工 IC設計這些電子股開始下跌 然後就把關注都放到車用電子 告訴大家說 車用電子好像是現在唯一 可以買的一個電子族群 那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來 最近比較長來 來騙我們散戶朋友的利多消息 看一下金融時報 他就講到說 這個主要的一個車廠 和晶片的一個製造商警告說 接下來的這個電動車還是很夯 這個晶片荒 這個車用晶片的一個缺貨的提產 會延續到明年 第二個利多是什麼呢 第二個市場上我們會看到 已經缺貨兩年了還在缺貨 明年還要缺貨 對 聽起來就很荒謬對不對 怎麼可能缺那麼久 然後這個車用晶片的大廠 我們知道大部分都是國際的一個廠商 包括英菲林 還有我們講到這個安生煤 相關的這些廠商 他都出來告訴你說 我們車用電子超缺貨的 像是這個安生煤講說什麼 他們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系相關的一個產品 到明年年底都已經賣光了 還有這個英菲林的執行長 也告訴你說 接下來很長的時間都還會有短缺 真的有這麼缺嗎 還是因為他們的公司 自己賣這些東西 所以告訴你會一直缺貨 我們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他最近的一個利空消息 利空 你最喜歡的 大家來注意一下 大摩每天都看空啊 但是呢 大摩這個報告其實蠻有道理的 他最近的一個報告說什麼呢 他說呢這個 車用晶片的一個大廠 包括說瑞薩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安生煤 他已經在減少第四季的測試訂單 這代表說什麼 產能就空出來了 是不是說其實他看到未來的一個需求 並沒有這麼的強烈 瑞薩跟安生煤 就是車用晶片的供應三 也是台積電的客戶 他們做晶片 然後最後下單給台積電 完成這些相關的晶片測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對 所以我們不只看到說 供給其實呢 產能已經釋放出來 需求其實好像也沒有看這麼好 那再加上最近大陸的一個防疫政策放寬之後 就會有這個很多人開始染病 那勞動力短缺 甚至有一些大廠就說好 好 那我們乾脆提早放假好了 甚至連我們這個 一樣是車用晶片大廠瑞薩 也是因為員工染疫 所以決定停產 決定放假 聽起來好多 多利多利空 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個 老師 可是在這邊 剛好 陳燕國外教授有個問題想問你 我請問一下Luna 不是 那個 Emmy老師 我們繼續 好 不好意思 你從A一下跳到L 對對對 其實基本上 最近因為美國 我看美國的二手車的市場價格 已經快速的降溫了 對啊 明明就降溫了 最近CBI那個降溫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市場 產業面的消息 確實很亂 因為 又有人說 這個供應鏈還是跟不上 可是我看二手市場也降溫 確實我的意思是說 還是該買車子都買了 老師怎麼辦 那二手車為什麼 最新的CPI已經看到二手車其實 真的跟上個月比較的話 算是衰退不少 CPI在數據的時候 老師你怎麼看呢 對 所以呢其實可以看到說 整個需求其實已經開始降溫 那二手車其實也沒有人搶了 所以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些利多的一個消息 他可能就是來混淆 假的對不對 沒錯 所以說二手車也不缺了 可能反而真的是說 利空比較不斷的感覺 就對了 所以你是比較偏向利空的解讀 那國外教授 告訴我們這些最新的數據 提醒我了 這二手車現在其實已經降溫了 沒像之前漲翻天的直逼新車的價格 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所以我們幫大家整理兩大 這個車用晶片大廠最近的一個股價走勢圖 你會發現其實有蠻多雷同之處 像是安森美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2020年到2021年年底 是一路一路漲上去 一路漲一路漲 2022年的一個年初 那反應的就是因為車用晶片缺貨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瑞薩的走勢圖 同樣是車用晶片大廠 股價是不是走勢也很雷同 2020年 2020年有一波的一個震盪 但是還是 這都車用晶片嘛 都缺貨嘛 對沒錯 所以真正能夠讓股價上漲的動力 就是晶片缺貨 可是我們剛剛也看到大摩說 車用晶片缺貨其實呢 未來已經開始出現緩解 所以呢其實這些高檔震盪的車用晶片股 有沒有可能就是複製我們之前的 像是我們的半導體雙雄啊 晶圓代工廠啊 告訴你說接下來呢 還是前景看好 接下來儘管缺貨的問題緩解了 股價還是會上衝一波 但是呢最後怎樣 我們的半導體護國神山 是不是直接山崩 那我們的車用晶片廠 是不是有可能接下來要土石流了呢 因為這些看起來都做頭了齁 明顯齁都在做頭對不對 應該這樣講 再殺下去就是完整的一個頭型的齁 沒錯 那到底是不是殺下去 我們要問一下一些老師啦好不好 我想問一下那個漢偉老師 你認同他講法嗎 這些車用晶片感覺很危險 岌岌可危 我覺得有一部分 當然產業是沒有以前那麼好 這是可以去認同的啦 但這一波他們的一個修正 有一部分是因為本益比的修正 不只這個車用晶片 你看到什麼板卡啦 看到IC設計族群同樣也在大步驟修正當中 所以如果說就產業來講的話 車用晶片 最少你要相信台建人所說的嘛 明年它還是一個成長性很好的一個產業 所以股價我覺得不一定做頭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重新賬回去 因為如果它未來兩三年都能夠成長的話 反而我覺得拉回來做頭 或拉回來再相對的低檔區 你都可以留意到它長線我覺得還是可以看好的 好老師長線蠻看好的 短線呢其實Amy就覺得 牙漆就覺得 欸你好多 外號 Amy 牙漆 小甜心 空降小甜心 空降Amy 空降牙漆 沒有我們是排列組而已 好 來 好 來 這些放大一下 那這個強茅 德偉 這些都是什麼 看空的股票 因為營收都減少了嘛 這些我們幫大家看一下 就回應剛剛漢偉老師的問題 他說這個 的看法 他說長線的車用是看好的 那我確實也是這樣認為 因為畢竟政策的一個支持 大家之後傳統燃油車一定會改成這個電動車 但是短線上這一波 我們看到國際大廠晶片的一個高檔的一個震盪 有沒有可能往下呢 其實可以從台廠相關的一個車用的營收 還有獲利可見端倪喔 因為我們知道說國外的一個這個財報 他只會公布這個季報的一個部分 那只有我們台灣比較特別 還會來公布每個月的營收 所以其實從11月份這些車用廠的一個營收來看的話 大部分的廠商都是在衰退 而且都是比10月份衰退的幅度還大 那當然回應到之後的一個季報的頻 如果有一個表現的話 那繼續衰退的一個機率就是比較大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牆帽 這些營收11月營收都衰退 這些綠色11月營收全部都衰退 所以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40%-20% 這個看起來好像都要做空的題材是不是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你要做空哪些股票呢 好 我們帶大家來空兩大 有風險的股票 對 提醒大家來做留意喔 那第一檔是這個3044的建頂 那建頂它是這個PCB的廠商 而且它是全球第七大的一個PCB廠商 那它的一個PCB產品呢 其實在消費性電子手機筆電這些都有 那其中車用的一個佔比大概就是兩成 我們知道消費性電子 今年到明年持續的一個庫存修正 這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走空的一個格局 那我們剛剛也分析過 車用其實需求沒有這麼的一個強烈 那對於這個建頂的一個基本面來說 絕對是一個利空的一個表現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籌碼的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說最近呢發現說 外資呢在這個前幾天喔 上一周是連續的一個買進 但同樣的情形在9月份也是出現 9月中連續買進的一個 對 一個狀況 這邊連續買進嘛 現在連續買進嘛 9月也連續買進嘛 好 老師你繼續說 對 那我們看到說9月份連續買進的時候 那個時候股價在月線附近做震盪 接下來就快速的連續賣出 整個股價修正是來到兩成之多 那最近呢可以看到說 這個外資又重新的連續的一個買進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年底呢外資開始放假 有沒有可能快速出現連續賣出的一個情形 帶動股價進一步的下跌 好 有沒有可能 老師你說反而投信買進 反指標就對了啦 好 怎麼辦那這一波看什麼 看底部83塊嗎 會破嗎 有機會喔 如果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外資 又是出現連續的一個賣出的話 老師 季線如果 這是季線嗎 是 月線 月線沒上去就危險了對不對 對 剛好是葛蘭幣八道法車 剛好打到月線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賣壓 希望老師的預言不要成真 好不好 沒有啦 來 開玩笑 老師看下一個 因為我們做的賞戶比較多一點 老師你說 好 那第二檔呢 這附頂這個線型太多啦 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他這幾年都是在這邊線型整理嘛 是不是 真的看起來沒什麼長好 你去說 對 附頂的部分 大家知道他之前就是有這個 跟鴻海合作電動車相關的一個題材 但是呢 我認為這只是純粹消息面的一個題材 因為其實在他的一個基本面的部分 11月的營收是年減高達4成 而且他的一個基本面的 每股盈與毛利率都是 今年來說是連續的一個下滑 那目前來說的話 雖然說有車用的一個題材 但是相關的一個車用的一個出貨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如果從股價的一個走勢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他其實就是在做一個高檔的震盪 是121到93就在這邊區間 哇 這兩三連都這樣子 這兩兩連都這樣子 對 而且其實他頭部在148那邊也蠻明顯的 這邊嘛 我們上一連連 好 148 來 所以這邊來看一下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縮小來看的話 以整個格局來講的話 前面是一個走多嘛 那來到148做一個頭部 接下來又重新的這個震盪 重新的在這個區間做震盪 那短期來說 他有可能就會來到這個區間的一個下緣 那長期來講的話 那可能就是生不見底了 好 短期來看的話 可能生不見底 如果跌破93塊很危險啊 對 老師 漢偉老師你任何來講的話 馬富鼎還有這些股票 還是你想跟他對嗆沒關係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老漢 拿出你的尊嚴來 好啦 富鼎的部分我覺得其實 專業 但第一個就線型來看 反而就比較醜 但我覺得鴻海集團的股票很多 都長得像這樣的情況 都不動啊 好無聊喔 對 鴻海自己也是100塊上下 就來回來回 不知不覺又回到100塊 那不知就彈到105塊 所以我覺得很多洪家軍的股票 都像富鼎的一個線型 那你說未來兩三年 在這個電動車駕駛底下 它業績會不會成長 那就看明年到底這個MIH平台 到底賣得好不好 但股價我覺得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就像剛剛提到 93.7沒有破掉之前 我覺得不用看得太空 破了之後再來說就好了 可是老師已經認為 會有機會破93塊 哇 謝謝 牙齊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秘訣 以及想法 車用市場看起來 好像已經沒有那麼缺了喔 好不好 這跟老師這樣 稍微謝謝老師這樣說明 謝謝 我實際上運到一些 其實車子場啊 應該說好的很好 不好的不好啊 你說一些賓士啊 柏西他有些車子 真的還是要等半年到一年 可能要慢慢等了 所以現在變M型化的社會 好不好 小龍女這樣我們有學到東西嗎 小龍女 有 今天學到很多 我看你吃很多 你大概至少吃了三塊雞啦 沒騙我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還吃了四塊 吃三塊啊 三塊齁 它原味比較柴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不太好咬 真的不太好咬 所以你看我們都是很 我們沒有給你什麼 什麼假的試吃啊 怎麼樣 我們都真材實料的好不好 跟你講 哪一家也沒給你業配啦 所以這一家我覺得 那個如果是韓式的口味的 還不錯 對 可以嘗試 如果不是韓式口味 記得不要買 比那個麥當勞肯能器的炸雞還難吃 好 如果直接按X 你看如果很少就變X了 他都不想得罪別人啦 好不好 來 所以趁用概念股 小心到多月嚕 然後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按讚留言 剛剛有沒有看到我們節目中間 有出現一些通關密語 對 記得要留言通關密語 然後抽我們的桌麗 對我們在充門桌麗喔 已經一百多人要了 其實基本上大概快兩百人 如果要加加五 我認為大概三百人 其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籤率 滿高的啦 或是一半的中籤率 所以基本上你有寫就有機會 中到我們這些籤喔 好不好 想看哲哲嗎 或想看Nuna那個秀的腿嗎 在哲哲有人留言說可不可以有你的親筆簽名 可以嗎 是不是 親筆簽名很貴 你知道嗎 可以啦可以啦 你抽到我就可以給你啦 沒關係啦好不好 沒關係簽個名嘛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謝謝 這個簡單的事情幫你們都可以 我們福粉好不好 雅琪也可以親筆簽名 Nuna也可以親筆簽名 都可以啦好不好 來 如果要誰親筆簽名都可以留言一下 好不好 反正你頂多千個一百份而已嘛 對不對 好好好 瘋狂股市福利社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然後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135是解盤影片 244是教學影片 最難之況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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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蛇蛇救救我 你不要這麼激動 不要激動我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因為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啦 我不是你 要千斤頂啦 千斤頂 我不是你想要幾千斤 你不要 八斤頂好不好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啊 這什麼都不會大啦 怎麼辦 我不是那個年財富之類的 在你吃啊怎麼辦 啊 掉了 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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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吃耶 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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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 哇 這有點恐怖 真的有風 嗚 喔 孩子最早的 你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滿而別的 變成這個零型 好帥喔 你最高 燒最低 誰又該了這壞毛病 我還在哪兒呢 完全八點三點 可以消協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亂點財富 VVVVV W